第四十單元 蔡文姬 能變琴 東漢末年文學家蔡庸的女兒蔡文姬 能從琴聲分辨出吉凶之兆 近朝宰相謝安的侄女謝道運 出口既能成師 她們都是天資聰慧的女孩子 小朋友 你看過下雪嗎 我們來看看謝道運的故事吧 謝道運 是安息將軍謝義的女兒 從小就天資聰慧 才學過人 她的叔父是指揮肥水之戰的宰相謝安 有一次謝家家族冬天聚會 恰逢大雪纷飛 難得下這麼大的雪 可不是 這白雪茫茫 好緊致啊 謝安一時雅興大發 問身旁的晚輩們 大雪紛紛 何所似 撒言空中 撒可迷 嗯 道運 你覺得呢 未若柳絮 煙風啟 可不是 這滿天飄揚的雪花 輕輕輕柔柔就像柳絮一樣啊 哈哈哈哈 還是我們道運形容的雅致精妙啊 從此後世就以永續才來稱讚能是善文的女子 沒人 不想先來看 真正常的巨大雪 天啊 真正常的巨大雪 不像 真正常的巨大雪 真正的巨大雪